以下为您播报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斯瓦特河谷的主要城市展开激烈的巷战 巴基斯坦军队星期六进入明格拉市 目标是这座拥有多达两万人口的城市里的塔利班的暴乱分子 巴基斯坦陆军发言人阿瑟·阿巴斯少将说 重新夺回明格拉市的行动将会艰苦而缓慢 他担心塔利班会把明格拉的平民当成人体盾牌 到目前为止军方报告说 包括一名最高指挥官在内的17名激进分子被打死 几天来巴基斯坦军队对明格拉步步进逼 上星期数千平民躲进激烈的战斗而逃离明格拉 联合国表示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战斗 导致了世界20年来最大规模的难民大迁移 有将近200万人流离失所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赞扬了斯里兰卡正在尽最大努力 照顾近30万平民 他们是在斯里兰卡最近结束的内战中流离失所的 不过潘基文也表示 斯里兰卡缺少所需的资源 他呼吁向难民提供更多人道援助 潘基文星期六访问了拥挤的马尼克农场 难民营的家庭回家露天诊所 那里是北部最大的难民营 在斯里兰卡政府军跟泰米尔蒙湖反政府组织 最近战斗中流离失所的人中 有大约三分之二住在那个难民营 潘基文誓言要加倍努力 确保难民在年底之前得到安置 这也是斯里兰卡政府做出的承诺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还在康提会见了 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和其他高级官员 潘基文在记者会上警告说 除非政府能够与该国的泰米尔实现和解 否则历史可能会重演 蒙古执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的 现任总统恩赫巴亚尔 遇到反对党民主党领导人 查西亚格勒贝格道尔吉的挑战 恩赫巴亚尔在竞选中保证 要通过发展矿业部门和城市地区 来振兴国家的经济 格勒贝道尔吉则表示 他要消除贫困打击腐败 他说他要确保全体蒙古人民 受益于国家丰富的资源 蒙古的矿物资源丰富 有铜黄金又铅和铅 选前民调显示 恩赫巴亚尔微弱领先于 格勒贝格道尔吉 大约50名国际观察人员 在监督这次选举 300多个投票站安装了摄像机 蒙古的总统任期为4年 数以百计的南韩民众 星期六聚集在首尔 哀悼自杀身亡的前总统 盧武璇 许多闹民 许多悼念民众 把白菊花安放在临时纪念堂里 白菊花是韩国传统 表示哀伤的花朵 还有许多民众 在此参加了烛光守夜 盧武璇的家乡附近 数以百计的民众 夹到观看盧武璇的棺木 从釜山国立大学医院运回 这所医院的医生 曾试读挽回 这位前总统的性命 前总统在死前曾依一项 贿赂丑闻而受到质疑 前总统的高级助理 文在寅表示 星期六早晨 盧武璇显然是在 他故乡金海附近跳崖 文在寅告诉记者 盧武璇留下一封自杀遗书 新闻报道说 前总统对于给许多人 带来问题感到抱歉 并且要求火化他的遗体 美国总统奥巴马 星期六表示 他为这个消息感到难过 并赞扬这位前韩国领导人 对美韩两国牢固 并至关重要的关系 做出了许多贡献 以上是今天的国际新闻 感谢收听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